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my 今天我請了一位嘉賓 這位嘉賓是英國地產代理 Bandam & Reeves 代表 她見Linna Linna 你好 Hello Sammy 先介紹一下 Bandam & Reeves 其實在英國都幾歷史有救 它都超過了60年的歷史 還有在英國有19間分店 所以他們都接觸了很多的客人 有不少的一二手買賣 都見到很多客人去買樓的白態 所以今天會和大家說一說 買英國樓最常見到的迷思 在開始之前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一個小小的經驗 成功的例子 其實有一個朋友 他是我的客人 他未認識我之前 他十年前已經開始買英國民業做投資 當然他一開始是找倫敦 其實十年間 他現在已經有四層樓收益 十年四層 兩年半一層 是 其實他很簡單 他每一次看對項目 就只用計數機 計算自己手上有多少流動資金 因為他買樓幣不需要立即按揭 他在收樓時才需要按揭 當然他是分開這個時間去買 所以他現在已經是 到今天收益很可觀 他都非常滿意 他現在手上的那些民業收租 其實他一知道我做這行 一有一些新的項目 他都會問我的意見 覺得這個買得好不好 通常如果是一些第一期 第二期項目 我都叫他不要等了 他都很相信我的 他都真的不等的 立即便會計數 看看自己能否立即安排出資金 另外其實他自己也有個計劃 接下來他應該也有機會回流回英國 所以其實他去年都已經 和我買了另一個項目 是打算兩年之後用來自主 是的 好似你朋友那樣 那麼果斷可以立即出手 其實很少有的 我知道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在左想 右想 在猶疑不決 結果其實浪費了很多機會 然後回到頭 那沒有了 其實當中 他們有一些事情 都是想不通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一起來 講一講這些 通不到的思維是什麼 我們今天就來講第一個邁思 就是買樓 應不應該抱住一個先頭之後自主的心態 其實這個問題 也有很多客人問我們 通常這些客人 我到現在都未選到東西 選不下手 因為如果自主的話 好像我自己 選樓真的會很挑剔 例如我又想環境好一點 不要太吵 又不要太勤馬路 但是如果搬得太遠 的話太偏僻 就會交通又不方便 又沒有東西買 如果又想又方便 又要環境又好 可能這個價錢就會很貴 例如你又想要下網漂亮 又想要環境漂亮 又想要一個地段身份 尊貴一點 所以大家可能會選中西區的樓 如果沒有太多預算的話 大家可能隨便去到油尖王 因為油尖王那邊有呂拔 還有九龍在半山 如果那邊的預算不夠的話 又可能退下退下 又退了沙田 所以你選什麼地段 最終都是看大家的預算有多少 但是如果你投資的話 那你盡是重點 只需要計算 你計算好 租金回報率 還有考慮 那裡租不租得出 有沒有人租 租金回報率有多少 其實就已經可以 OK了 沒錯 其實剛剛Semi都分享了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 大家都有這麼多區可以選擇 其實英國或者我們說小一點 倫敦 只是一個城市 都有很多地方給大家選擇 好似傳統的Cansington 和Chelsea 大家都知道是一些很傳統的靈區 效網也好 接著又有近市中心 交通又方便 但是根據英國H&M的報告 那邊的平均樓價已經是去到120萬英鎊 即是如果你說 既然我的預算可能要推遠一點 我要自住 但我又要考慮有效網 那好像Barnet區 讓你參考 現在的平均樓價大概是62萬英鎊 左右 另外如果你說 其實我也不需要考慮效網 我最重要是想它交通方便一點 我覺得可以考慮東倫敦 東倫敦現在其實有很多活化項目 正在進行 想考慮一些卡通方便的地區 其實Barnet區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邊樓價現在平均大約45萬英鎊 另外說回投資 剛才Semi也分享了香港客人 如果選擇投資的話應該怎樣 其實英國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因為Barnet區本身也有做租務管理 我們19間分行 其實全包含倫敦大部份的地區 所有租金數字 我們也有很多很貼士的資料 可以讓大家參考 一般來說客人問我 他想投資 我只是跟他說一件事 拿起計數機按一按 你手上有多少錢可以做首期 然後再按一按 你每個月的收入可以供得起多少錢的按揭 其實你基本上已經很快可以披動單位 因為我們公司是有齊了一些資料 給你做參考的 所以我通常都會跟客人說 如果你說你想自住的話 你要考慮清楚 究竟你想要的地區在哪裏 當然要貼近自己的預算 如果你說投資的 其實基本上可能一個很小的資金 你已經可以入市去考慮做投資 所以我通常都會建議買家 最好就是把這個投資和自住分開 如果你的計劃未是這麼快 想搬過去住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個順投資的項目 尤其是我知道有些香港人 可能剛移民到英國之後 都不知道落腳的城市是否適合 第一間房子 先買一間倫敦 因為倫敦那邊租得出的機會是高一點 還有賣得出的機會是高一點 另外跟他商量去密識自己 看看哪些城市他喜歡的 去到他才租了那裏 租完之後覺得可以了 那才再去買 有很多人的印象都是覺得 買樓就是要選一個很漂亮的地段 最好肯市中心 還有配套齊全 發展完善 好像英國倫敦 很多人一想 就是西倫敦那邊的樓 普遍是比敦倫敦好的 當我介紹東倫敦的樓盤 我都被一些網友罵 他就說 你不是啊 東倫敦買得過嗎 其實就有這種迷思 我覺得買一些專櫃的地段 漂亮的地段才是旺角 有沒有客人也是這樣想 其實有的 很多客人都會 可能一開始 就會問我們 我要近市中心的 我要宋溫 通常我們都會問一下 你有多少預算呢 你知道市中心那塊地 你會發展的地方 其實都是有限 所以它的樓價 都會偏向貴一點 但我和你分享 這麼多年早的經驗 其實東倫敦 現在已經是改變了很多 很多不同的地位 都已經不是大家以前想像的 其中一個最成功的例子 Canoe Wharf 金枝座碼頭 其實之前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碼頭 現在已經成為了倫敦 第二大的金融中心 很多銀行已經搬去那裏 除了銀行 也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都搬去那裏 又過去了 真是很旺 已經沒有了工業的味道 好像中環一樣 真的一個很成功的活化項目 當然我們現在不能自光倒樓 去30年前 然後你說去買這個地點 我們再說一些近一點的學問 大家都知道 2012年的奧運 就是在倫敦巨行 當時也因為奧運 會在倫敦巨行做了一個很大的活化 就是在Strafford那裏 Strafford當時也是因應了要配合奧運 去起場館 那裏政府也規劃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用來建一些商業和居住 那裏也有全倫敦其中一間最大的Westfield Westfield 對 所以大家基本上會預視到 其實你去買一些活化的地區 基本上你才可以賺到一個最大的樓價升幅 剛才也說過 Grenwage也是一個現在一直在計劃做regeneration的地方 在這十年間 Grenwage的樓價都升了九成 另外我們再說最近一點的 大家都知道Elisabella終於通車了 如果你在十年前已經標籤著一些 Elisabella完善的項目 相信現在你的身家已經回了一倍 有些很有名的項目 例如Woolish區 雖然它比較遠 但Elisabella通車之後 基本上它去市中心都是半個小時 這些地段不是大家心目中以前的那種 東倫敦好像很舊 是工業區 其實都不是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跟客人說 現在買樓當然要買一些有可能性的地方 傳統地段大家都喜歡 如果你有預算過 你一定可以買得到 不過如果你是初出入場的 我覺得買發展中的地區是一個好的選擇 剛才你問了我這麼多問題 等我問Semi有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英國買樓 很多時候都可以選擇樓花或者選擇二樓 Semi你自己會不會抗拒買樓花呢 我自己其實樓花真的有不太抗拒 其實最重要都是說計算 如果你是站在投資的話 我可能只會先給一個首期出來 我好像英國樓 我可能給了25%的首期出來 但我到收樓前半年 我才開始搞按揭 我可以有差不多接近一年半的時間 如果假設兩年期樓花 我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 就給我去準備一些安揭 或者去籌集餘下的資金 去付餘下的樓價 可以將整件事攤牆去買這層樓 你不用這麼急 我要一萬個 一萬%去買這層樓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在樓花時期 單位是會多些選擇 因為其實英國的樓花和香港一樣 都是大概兩至三年 就會推出一個新的項目 如果你去到差不多收樓的時候 其實漂亮的單位 多數都被人選擇了 還有另外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價錢 如果發展商分開了幾期 去推出那些項目 其實跟香港情況一樣 每一張新的價單都一定會加價 你越早買 你就一定可以越早享受到樓價的升幅 在最低的時候買 到項目已經是完結了的時候 你就自動賺到那個升幅 其實買樓花 我覺得大家最擔心的是 南美收不到層樓 只要大家檢查清楚地產發展商 是否大發展商 如果資金實力是否紅厚 還有它建了那層樓的質素 是否以往檢查紀錄是否好 其實你過往檢查得回來 只要它過往檢查紀錄是好的 我覺得便會留下樓賣了 對 又或者找一些比較出名的代理 像我們公司一樣 如果不同的發展商合作 我們都一定會出現發展商的背景 剛才說的是樓花和現樓 但這次是交易對手的分別 如果一手樓的話 你是直接跟一個發展商買樓回來 是第一手 如果二手樓的話 你是跟一個業主去交易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不知為何 很多人有一個錯覺 就是覺得眼鏡買二手樓比買一手樓 眼鏡覺得發展商賣給你那層樓 就會欠了你一大塊 英國的物業 發展商已經包含了很大部份的電器 以及屋內的裝修 所有東西都已經包含了給你 那些全部都是全新的 你是第一手去使用那些產品 你想想 如果你二手 其實你很多時候都要花一筆錢去裝修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真正看過 一些英國的二手 某一些地方或某一些建築 他們建出來的二手 可能三至五年已經覺得要裝修 所以一些可能你以為半新樓 但其實你計算一下 你要裝修的錢 可能基本上就是等於一手和二手中間的差價 我也想說我有一位朋友買二手樓的經驗 其實他的經驗是不太愉快的 他上網上的網上看適合的 他自己去打電話找人員 其實你知道英國人那些做事效率又不太好 他真的有時他打很多次電話 才可以急找到一個人員 因為他的電郵是不回覆的 他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很辛苦才約到 約到 接著又約了業主去看樓 基本上他也有二手 他的人員比較黏落 結果都要談了很久才會幫他吃膠 接著他又自己去找律師 律師的方便是幫他做了Due Billings 之後就發現那層樓原來是內部改建過的 即是如果他真的要合乎標準的話 基本上他要做一個十二樓的大裝修 結果他計算完數之後就發現 如果這一筆錢放下去不行 結果他就選擇不成交 即是又浪費時間又浪費錢 我們公司其實在論中 我們都有賣二手的項目 所以我們可以給大家一點的提示 關於二手樓方面 不是不可以選擇的 不過二手樓需要 你要注意的地方會比較多 第一 外場的防火證書 一定要有EWS1才可以借到按揭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銀行 都不會批准一些沒有EWS1的項目 第二 要注意的就是能源效益 這是相信大家現在網上 有一個很熱切討論的話題 因為現在在英國能源費很貴 一般來說 新樓的能源效益 都一定會有B或是以上的表現 如果對於一些比較舊的物業 如果它的能源效益表現 只是去到E級 其實銀行 無論是銀行 或是其他當地的財務機構 基本上他們都不會批准按揭出來 無論你放租也好 自住也好 其實能源效益 對於你來說 都是一個很切身的影響 因為你放租的話 你一定要有這個 能源效益的證書 如果你是自住的話 你當然會關心你的生活成本 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 其實買新樓 就煩少很多東西 一來他們裏面包了很多的裝修 基本裝修 例如地板、家電、雪櫃、爐頭 有齊齊 你只需要買一些很簡單的傢俬 就可以出租 還有很多時候 在代理方面 都會幫你找一些按揭、銀行、律師 其實你煩少很多東西 說回我們公司的好處 因為我們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組務團隊 在英國那邊 對於投資者來說 由你去買樓的那一刻 都會由我們的同事或者我 一直幫你跟進 由你買樓、收樓、放租、找租客 都是我們公司幫你安排好的 今天也很感謝阿Bina 抽了這麼多時間 跟我們說了買英國樓的謎師 其實這些都不單是買英國樓 你放租去買其他國家的樓 一樣會用在香港的樓 好 今天的節目差不多了 下次有機會再請阿Bina 說一說其他問題 下次見 拜拜 謝謝Semi 拜拜 謝謝Semi 拜拜 謝謝Semi